哈囉各位大排隊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比方叔叔 歡迎收看勒比盧的劍風 牌組分享時間 這一套就是牌組分享時間的最後一個職業 也就是最後一套 吸血鬼 那吸血鬼票數最多的牌組就是這一套 波爾特歐 唯我吸血鬼 這是版本新增這張的新卡 享任經營者波爾特歐 他入場曲如果排隊中沒有重複的卡片的話 則會給予其他重者全體5.3 並在戰場隊當中 會給予自己的主戰者 自己的回合結束時 召喚一個魔導裝甲車到戰場上 並隨機加一張的重複卡 波爾特歐除外 由自己的排隊召喚到戰場上 此行動將會進行兩次 等於說你只要打出了波爾特歐之後 你每一回合都會有兩台的裝甲車開出來 如果要玩這一張牌 要注意的點就是 如果你要持續衝出兩台裝甲車的話 你場上只能站一個位置 因為如果你多站了一個位置 場上只剩三格式 就會變成前面那台裝甲車有載人 然後後面那台裝甲車就一台車而已 不會有任何乘客上車 因為位置是滿的 但下一回合的話 你一樣可以利用那台車 然後讓場上只保留一個重者 還是可以開兩台出來 所以會比較希望就是 在拍出波爾特歐之後 場上保持著一個或兩個 所以法術牌的選用也是相當的重要 那牌組的構築來講的話 只要轉到後面的牌 這種大質量就是開大獎了 所以第一倍的重者如何去做一個拿捏也是滿重要的一件事 基本上會選一些被動能力比較好的重者 像是 浪遊雏人 蜜月吸血鬼 雙骰惡魔等等之類的 那其餘的牌就是有它額外的功用性啊 假設你要玩這一套的唯我吸血鬼 牌組構築方面的話 你要秉持一個要點就是 盡量學暴能強化 以及有激咒 結晶效果的牌 這樣打起來的話會比較活用 才不會因為滿手的大牌而卡住 讓你整個就無法打起來 那麼你在玩這套牌組的途中 如果覺得總是陷入劣勢 你就多選一些反場的牌 以及守護的 那如果你是總是缺傷害的話 你就加一些直傷進去 那就會完成這一套的波爾特歐 那其實這套牌組啊 說真的 構築方面的話 沒什麼好說的啊 你就是選上你喜歡的 那到時候資訊欄會有我自己組出來 我覺得挑出來 這就是沒費的菁英的重者了 當然還是有一些遺珠我沒有選上啊 我考量的點可能是因為費數的關係 它比較大費 它少了結晶 或是激咒的效果 我就沒有採用了 起手留牌的部分啊 基本上有波爾特歐 我都會留下來 因為整套牌組啊 沒有波爾特歐 我就會死掉 剩餘的就是盡量去抓一些前期的重者 好讓你前期的時候不會直接窺失掉節奏 被對方一波帶走 那你後攻時就可以去留一些 後攻可以雙結 像是碧流 蕾米爾做一個跳費 依序做一個結場 阿拉加尾做一個雙結 還有哈薩恩 可以直接拿兩次拿4點血回來 等等等等 諸如此類就是進化過後的牌 反正你打久之後就知道該進化哪些牌了 那其中啊 我前面有說的就是 位置是相當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我是選了雙雄激動 以及屠罪落石 有時候你可以先拍一個重者 然後你去做到效用之後再去砍掉 這樣你同樣可以開兩台裝腳踏出來 這一點也是相當重要的一件事 那整套牌的獲勝手段就是圍繞於就是 波爾特下過之後 開始每一回合都開大車 只要你的重者都拉出這後面這些噁心的東西時 對方就會因為應付不了你的高質量體質的重者而被你送下去 當然這套牌組有它的很大的劣勢點就是 在遇到的皇家十分難打 皇家的娜拉特啊 什麼大怪他根本無事 還有皇家的終戰兵器也是隨便雙桑吃 所以除了遇到皇家以外的話 我覺得其他的職業假如偏解大怪弱一點的 你都蠻有可能就靠後期的時候直接反打回來 那這套牌啊 意外的比我想像中的強很多喔 來看一下我在側牌圖中的戰績 我總共其中打了七連勝 我前面在試其他牌組的時候 都沒有打過那麼多的連勝 反而是玩這一套的唯我吸血鬼七連勝 我都有點傻眼了 而最重的戰績就是八勝兩敗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這一場是真的很可惜啊 差點就贏了 但是他白金太多了 我真的是過不太去 因為你的結場只要沒有跟上 然後結邊要那邊白金 然後你怎麼撞 他也是一直無限白金一直堆 那也沒辦法 所以就蠻可惜的 而吸血鬼輸的這一場就是很簡單的 我的波爾特歐太晚來了 蠻特別的啊 他是自然吸血鬼 然後他在後期的時候 都直接用上世界加上狂亂嘛 那直接奶血回來 然後直接打直三在我臉上 就跟我慢慢磨 然後就把我磨死了 所以波爾特歐能不能準時下 就會影響到這套牌的強度 那麼廢話不多說 就直接看一下實戰的片段囉 首先第一場的話 遇到了吸血鬼 同族的人 那我們拿到了是後宮 後宮竟然去找一些進化有效用的重點 像是哪米爾啊 依序啊 都非常棒 哇 這個起手 根本神 波爾特歐 哪米爾 直接留下來 這一場就是 很棒的一個起手 而為什麼要留這個 是因為 他也是一張法術牌啦 那就是後宮可以做事 那你在後期的時候 他是一個機池的重者 也是不錯 然後對方拍下了引劍狩獵就知道 他是 八粒吸血鬼 現在吸血鬼應該還是八粒為主軸 那我們就沒辦法 全點掉那個激昂的狂戰士 那皮又拉下來 其實剛剛那邊啊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其實我有抽到的是 載貨吸血鬼 應該要先來載貨 因為他三血的怪石 他有一個人拍333 那我再用激昂的狂戰士的激昂 點掉這一隻三血的會比較好 當然沒辦法 我都這樣拍了 所以我就只能去賣一下重者的血量 紅帽怪 紅帽怪沒有吃到家家的時候其實有點偏爛啦 那我最主要是 他所持人大幅可以去獲得爆米條花 有時候你會在後期時 為了跳兩隻的裝甲戰士 你會控很多PP 所以法術牌是蠻重要的一件事 那麼這一回合 由於我的進化點是多於對方 我可以直接開0費的冰玉顯現 但是會打自己的頭兩點 但這一點 復出是值得 下一回合可以直接用慾望產生的奶回來 再搭配到就是 蕾米爾的進化 來做一個雙解 然後我是想說 反正 反正就是 蕾米爾都一定要去撞 那我倒不如就隨便先拼命看能不能撞到一個最佳解 那就算沒有最佳解 他流到一血 基本上也是跟他對方進化點換掉 因為他是不怕法術的 所以不用擔心 所以保他的血量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幫助 然後在那邊 貝德 那這邊 貝德 狂獸無血 然後這一回合啊 我是覺得說 對方八粒吸血鬼啊 他沒有什麼高攻的從者 所以我寧願就是這一波就直接吸了 欲望產生者 搭配到 命運吸血鬼 同樣來做個過牌 那就可以直接拿來5點血回來 其實你不想要扣牌的血鬼 可以打出錢大 但我覺得還是要做點場面壓力啦 結果對方 依序 蹦 然後很順利 結果在巴黎 核爆 排下了引劍狩獵者 1加3 然後把傷害打滿 打5點在我頭上 蹦蹦蹦蹦蹦 好啦 我真的快要死掉啦 但是 也只能捏著 捏著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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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著牙 然後下出 波爾特喔 啟動作效果 全場 蹦蹦蹦 5點 之後開出兩台專甲車 1隻25 1隻22 有夠爛 然後我之後就把這張拔掉了 因為我覺得 嗯 其實 轉出來蠻尷尬的 之後把他拔掉了 雖然他的那個機動動作出來不錯啦 但我覺得 我寧願拚一個就是後期轉出來的質量 然後對方就開始抽 然後鬥爭 開始兇 那我知道他這回是沒辦法殺掉我 而且 他是沒有辦法結場的 那我們來算一下傷害喔 進化點加上去是13點之後 搭配到血色緣武曲 以及儲襲刃的Duff 就可以直接塞到斬殺 那其實上一回啦 是可以考慮 空進化波爾特的 可以做到一個7點起 還可以防到對方巴莉 那我們這邊就是幸好 幸好傷害是夠的 不然的話真的就是 上一回就要進化 上一回沒進化就導致這回沒有戰 最終有可能會缺2點傷害 上一回可以去拼那個進化 反正都有那個血色緣武曲的 就可以拿到免費進化點 然後就獲勝了 接著我們來看烏斯的對局 那這一場啊 我們就是拿到了先攻 那其實先後攻我是覺得 後攻好一點啊 因為畢竟是要扛的牌組 而且如果你真的拿到免費 你可以開個上限 當然也不一定啊 最主要還是看你的進牌 如果你進牌好一點的話就還不錯 那我們這樣的起手是有點偏尷尬的 但是我們選用了縮牌惡魔 縮牌撬惡魔它的效果是 他可以直接去兩張牌 下一回直接抽牌 所以我要想辦法濾出就是 我想要的波爾特喔 那這一張的無欲之恩寵啊 說真的我覺得 要準時下 三倍下 我真的的話沒有三倍下 我是想要拼一個就是 我以為他是道具店 想要只S8哈桶 但其實我真的太蠢了 他看起來就不像道具店 大概啦 我現在還覺得他是道具店 所以我就想要打一個前傑的節奏 皮尤拉下去 但說實在的 無欲之恩寵很容易卡你一場 所以比較期望就是 他三倍就下了 之後才 就是希望他不要卡我場 就是希望他不要卡我場 而且他是8費的時候才出來 不會印象到波爾特喔 順時來 然後當他拍下了林庫路時 我就知道 哇 他原來是 街頭牌組 他媽媽 我如果要鎮壓 然後這樣最後的 我就是九費才會跳 那個 那個 我那個盧澤啦 九費才會跳盧澤對我的臉 是很大的危險 如果我剛剛是 八費跳盧澤的話 有機會鎖掉 鎖到他的那個 近月之黑魔術士 然後這邊就是理所當然的 做一個 三 進化 然後綠牌 喔 不錯 終於有抓到波爾特喔 魯澤很努力很奶 但是沒什麼用 伊莎貝爾的勇唱 然後他竟然直接炸弄五張法 表示他牌也是卡到爆 還是他想要直接走一個街頭走 然後弄死 好像真的是拿到他的第二張的凌庫路了 剝弱的剩下排下去 那這一回合怎麼辦 我是之後決定說 就是先用血之七月看一下 因為奶血並不是我的重點 我等等都會被他波爾特增壓 他那個血量是提不起來的 那之後這邊就是依序二攻嘛 就不想要花那個進化點 就直接撞掉 然後拍一張必殺 就是看能不能跟他做一點交換 其實這回合可以不用拍這隻 因為你下一回合 幾乎波爾特全場少五的話 就可以少掉全部的東西 在自己增加 但這也算是就是逼對方 一些支援出來 看他會來跟我兌換 看他會來跟我兌換 有他跟我兌換了 有他跟我兌換了 你看那其實有沒有 這樣就覺得 哎那一張有點送掉 但其實那一張的牌主要是回血用啦 那現在無法轉路他的話 真的是沒什麼用 那我們也沒辦法 整人準時的波爾特喔 然後下了這張圖折 就導致了尷尬的狀態 所以有時候 那個盧哲要不要開那個結晶 你真的要想一下 你卡一個場 而且他是連續卡到兩回合 如果我是找一回合三費準時下 那八費還會跳出來 可以幫我擋一個OTK傷害 但至少也不錯 我轉出了一隻的60 然後對方直接鬱之物來跟我 跟我拚 跟我扛 等到他凱流出來 然後直接鎖我險 那沒辦法 那要注意的是 我手中有一張的是疾痴的牌 等於說我是有機會 就是下回合不要卡場 就把他送下去了 所以這回合要注意的一個點就是 你不要讓自己卡場 而我的冰玉的險線現在亮起來了 說真的是三隻啊 現在這個情況啊 反而是冰玉的惡鬼最好 因為他手中就有四張牌 這四張牌他一定都扣很久 我只要能夠把他的凱流給變掉 我就是超爽的一件事 所以我就是排下了冰玉的惡鬼 然後直接去騎 然後直接去騎 裝甲車 那注意的是喔 如果我直接空過 是跳出一台裝甲車 然後就沒人上車 然後我場會卡黑娜 所以我就決定就是下回合不要卡場 至少可以做到一個 激昂的狂戰士做一個吉池 假如他想卡後場的話 所以我就排下了騰雲巨靈 他在回合開始時會消失 即使他不解 有沒有這是一個完美的 完美的幫我就是站著這個格子 還可以守護 然後對方就是幫我撿了 屠罪的弱石 直接空過 他以為他能夠 扛得住 那我們這邊就是 激昂的狂戰士 擊蛇 和西奔 直接帶走 嗯 結果看滴哲很像也沒有特別的用處 因為等等輪到他 他只要凱流 我還是會下去 接下來大家 額外看就是兩場的對局 首先這場對上呢是 等一嵌速龍 然後我們就準 石的漆黑打出了波爾特喔 錫上的巨馬以及俄倫車 然後接著拉出了兩隻 一隻八八 再一次55 哇這個體質 86 9 11 68 哇對面的自然然後怎麼解 結果他直接合了吃吃但是 他是沒有降過費 等於說他10費也是沒辦法直接 應該說他還沒有到10費 沒辦法做一個 全場的咬咬消失 然後對方只能面威其安 用這樣解 然後之後他解不掉就直接放棄了 所以就直接用兩台裝甲車勸退了對方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場 對方其實已經算是非常的秀了 他開出了6費的6元 然後進行了一波大的解場之後 然後剛好不幸的是 他堆上了我大波爾特歐 這邊剛好可以踩全場 5點之後整場全部踩光光 即使願也逃不過這個掃場 然後接著拉出兩台的裝甲車 而且本身的波爾特歐也是騎了一台的裝甲 那個魔導車 雖然說拉到的體質並不是特別的好 但是也是足以跟對方抗衡的 然後對方吸納之術 在魔導飛彈 對方的2-2是可以知道魔導專甲車的效果去打一個3點 然後補個3點血回來 那又可以繼續再撐了 然後對方就魔導飛彈 雙九雞豆 繼續去刷他的征服術 然後看來是他沒有第三戰的怨 然後他有放上了古牙的數字真的是蠻特別的 然後這一回合就是 依然就是 排下了聖冠天使之後 去做個解場 然後就留個三格 開出了一台專甲車 然後另外就是 專甲車就留著 留在場上 然後火焰粉碎樹再敲掉 然後換鬼守護 然後進化再噴掉 其實開始有點痛了喔 但是第四回合我們右手進的波爾特歐 再一次就是 波爾特歐 三隻 空過 一個守護 再開台車 嗚 這是 開大甲了 50 然後跟女帝 然後之後發現覺得轉女帝不太強 所以說 我之後也把女帝給拔掉了 然後他現在十倍 準時的預知未來 可以打我5點線 但是他這邊如果要斬我的話 必須要有 連續的兩張可以打頭的露泥 有沒有 要有三張 兩張的話我會鎖剛好1點線 他有三張才幸福 然後我看他前面的態勢是完全沒有的 所以我就光靠就是 鋪慘 就把他弄死了 那麼最後做個總結 那其實這套牌沒什麼好總結的 就是 女人準時排了波爾特的話 他的上限就是非常高 然後可以很好戲的玩 玩起來勝率真的是我當初死掉未竭 我不知道是因為我的緣故還是牌組的緣故 還是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如果有人覺得是因為我玩起來才那麼秀的 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講 那這次的牌組分享就簡單到這邊了 那之後就不會有那麼詳細人的牌組分享 但是我依然會玩一些很特別的牌組 到時候就會在那些金環影片當中 把牌組放到最後面的片段 那大家就敬請期待囉 我是魚豐叔叔 我們下回再見囉 掰掰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妨點下訂閱關注我 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我是魚豐叔叔 我們下回見囉 掰掰